与狗共免女佣去世案女雇主控谋杀女佣儿子转当无点证人 女雇主被带上庭面控期间不剁闭媒体镜头 女雇主及寄女儿左一起被带上庭分别面对两条不同控状 大山脚21日讯与狗共免女佣去世案应一女雇主及女儿今日分别被控谋杀及非法聘用移民罪名 涉嫌对女佣阿德里纳洞粗及时虐的59岁女雇主安毕加及其32岁女儿加雅瓦蒂尼今午一时45分双双被带上大山脚法庭面控 此案另一名落网男嫌犯 几女雇主的39岁儿子也一起被带上法庭不过他叫后获释 据警方消息他将会成为后方的污点证人 由于此案引起高度关注吸引大批媒体驻守法庭被告们抵达法庭后除了女雇主坦然面对镜头其余人皆以手遮掩及拉起衣服闪避 被告们是与另一宗虐阳致死案的嫌犯一起乘坐警方客户车抵达法庭 女雇主安毕家的控状指出他于今年2月10日下午4时致死女佣处犯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罪成将面对死刑 安毕家聆听控状时一脸淡定他没有代表律师陪同上庭 二人不认罪 女儿加亚瓦帝尼的控状指他于2017年3月至今年2月10日在知悉美有合法证件之下 故用一名印度尼西亚女子阿德利纳帝处移民罚令第55B1条文罪成可罚款1万至5万令吉或尽禁不超过12个月或两者兼施 女雇主的儿子则在刑事程序罚点第118条文下获释 加亚瓦帝尼面控时否认有罪其代表律师莫海明以他基于私人理由而向推设求情 推设莫哈莫安纳斯允许以15000令吉及一名担保人让他保释外出 此前主控官罚官罚查复检查司要求以2万令吉保释 但经律师求请后减至15000令吉 推示则定女雇主及女儿的案件于4月19日过堂 新闻背景 女雇与狗同棉泊车处 这起虐雇案于2月10日下午在大山脚百丽镇双层排污被揭发 一名26岁的印度女西亚女佣阿德利娜 在印一女雇主加以遭失虐被救出后的隔天下午4时45分 在医院去世 此因时失血过多后引发多重器官衰竭 警方在女佣被救出当天逮捕女雇主的两名儿女住查此案 据了解 死者曾被雇主惩罚 与狗同睡在泊车处超过一个月 身上也被发现有多处伤口 案件东窗事发后 女雇主一度下落不明 但随后于2月12日在槟城被逮捕 蓝被揭发后 已引起印度女西亚当局不满 结束之间 优优独播剧场の目击 幸福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